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刻她的心中充满了不安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听到焦点访谈栏目熟悉的拼头曲 她的心意仿佛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12年了 这个熟悉的调子在她的脑子里 已经炸下了根 李学峰是山东滋博 奇风集团的董事长 12年前的1996年 她也是集团的前身 磁博第二造纸厂的厂长 12年前同样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正在吃晚饭的李学峰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几分钟后 她会接到一个足以改变她一生的电话 那就气啊 突然一个朋友打来电话 突然是这样 你快开电视 李学峰打开电视机 看到了让她至今难以忘掉的一段话 各位观众 这是山东省伯兴县兴福镇 我身后这片水大概有200多亩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它并不能用来农田灌溉 这个无水在新亚大陆 空气无了 全中在干活的时候都下头 这个风一刮以后 就都上去接力去了 这刮过去是什么气味 哎呀就能弄那个味 和那个蜡鱼 能弄那个蜡鱼 有个抽水 你生这个蜡子它也有毒 落山和蜡上 你如果多一好的 那股一好的这样就去蜡 焦点访谈的报道 直指资博士第二造纸厂 工厂排出的污水 严重地影响了造纸厂所在的 朱台镇和临界的 新浮镇百姓的生产生活 听着记者严肃的声音 宠治着房间的每个角落 李学峰赶到自己的脑子里 汪汪作响 他清醒地知道 一个严重的问题 自己领导下的工厂 用于污染问题 被焦点访谈节目 曝光了 曝光以后 石化部局局长带队 来这里 天封条 工厂局局长 带着来 去拉罩 停掉 一下子下路盼望 无奈 没办法了 哎呀那当时哪个情况 一来去封场子 还有一句曝光 生意的打电话招 室意的打电话招 那把这个老总的 夹着地是抽着大辣图 还有吃饭的时候 你教他 他也知不得是倒点 还有光在做么的个肠子 做么的开发去 我这个第四年 第四年 对 你看他那根吧 你看 没有根 对 没有根 他就跟他这个五水 你看 一样吧 你看 我听见 这一脚水 说吧 你看端下的水 都和他这个五水一样 在李学峰看来 焦点访谈的报道 太过片面 在节目里 他们只报道污染 却对他们 常在经济上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只字不提 并且当时在资博 存在一些污染问题的企业 并不在少数 为什么单单 只关停了他一家 这也让李学峰 很想不通 资博是国内 比较早的一批 依托当地资源 发展起来的 老工业城市 这曾经给资博人 带来骄傲 虽然人口只有400万 但工业固定资产 拥有量 占山东省的四分之一 工业产出总量 长期占山东第二位 这样的工业体系 不仅能耗高 而且污染大 工业越发展 污染就越严重 打烟囱冒黑烟 晚上星星看不见 一年吸掉半块砖 这些民谣 都是对当年 资博生态环境 活生生的写照 副厂长张祥宗的一句话 更代表了当时很多企业家的真实想法 如今工厂依然被封 所有工人被迫全部放假 无事可做的李学峰 独自一个人来到了车间 一时间他感慨万千 风调地走了以后 还有我带路木鸡 带我办公室了 实在带的那想 也掉了 我十几年的辛苦 就这么复制总流了 怎么办 看着这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 立下赫赫战功的伙伴们 如今只能静悄悄地躺在那里 李学峰心里很不是滋味 十几年来的努力 就这样复制东流了 李学峰原本是资博士 朱台臣的副书记 来造成厂当厂长 是源于一次意外的谈话 保一年缺了四宝 我们正当委书记 还有一个副书记 去找我谈话 谈话就叫我到造成厂来 书记家常常 当时我有梦书 我说你给我三天的事家想想 结果三天三休 我就梦大水里叫 梦大水里叫俩野兽了 最后想了想 还是挺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已经做好了 冲银座的准备 但造成厂的实际情况 还是让李学峰大致一惊 来的时候 这个工厂无时扣日 固定资产五十万万 人家差日不到三十万个价 危难寿命来着 整个前列交接的工作 又长方的那个钉跑下来的 何在没早日 就在这么种情况下 就上班了 就这样李学峰走马上任了 凭着自己满腔的热情 与坚固的努力 李学峰花了几年的时间 终于带领造纸厂 逐渐摆脱了困境 工厂的生产规模翻了几半 经济效益年年创新高 多次得到势力 趋力的表彰 平衡的魔法成长 他们要魔法副成长 会计成魔法会计 我们都没法了 在厂里经济效益 连创新高的同时 另一项不可避免的问题 也随之出现 那就是工厂排出的污水问题 产量的逐年增大 排出的污水量 自然也是越来越多 在李学峰看来 无论到什么时候 厂里的经济效益 才是天大的事 它关乎厂里 上百口人的吃饭问题 而工厂所产生的废水 只要能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进行排放就可以了 最终李学峰把目标 锁定在了离工厂 不远的一条河上 河水顺流之下 也就是把工厂排出的污水 直接带走的 可李学峰并没有想到 自己这样的做法 就会引来如此猛烈的 惊涛害浪 这两岸的农田灌溉 和生活用水是怎么解决的 这就靠大井 大井啊 这无水量边 大地井啊 也不同程度的 也是上无水 那你们那个地 灌溉就浇水 用什么水浇 用这个深行泵 因为深行泵 不过我们收到它的无水 无杂吧 抽上来这个水 也跟它那边差不多 都变眼色 周上我们这么大一块农田 就是通过这个井里的水灌溉是吧 对 就通过井里的水灌溉 但是您看这刚抽出来的水 是这种颜色 这能灌溉吗 不能灌溉 这就是地边的水灌溉 知道是北无牙了 住在河下游的村民 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无奈之下 群众自发集资 修建了一条长200米左右的 蓝雾大坝 拦住了造纸厂排出的污水 当中这条大坝 当中把一些派黑水的 派污水的这个取出来了 一接住河流以后 这个水洋就移上来了 移到我们直播室连这区 主裁正经理 给了卫星啊 当时有八百多亩两天 当时当地的卫星也来找我 我就好眼想去啊 接他给我赔偿 全案一千年小伯 一千年一名 我给你赔偿 当地的卫星啊 也虽然不高兴 大家都弄来了我 我给他赔偿 时间一天天过去 污水淹的地也越来越多 眼看着污水湖 污水湖越来越大 造纸厂找不到其他的排放地点 马上就面临着关门停产的危机 我愁得吃不下饭水 那再不要不停产了 就那个水湖 伏里伏里地上来了 撑不了了 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 看着蒸蒸日上的经济效益 一个大胆 甚至有些疯狂的想法 在李学峰脑海里逐渐成形 只有毁掉村民修建的蓝屋大坝 工厂才能得以生存 当时的情况在李学峰看来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如果不毁掉那条蓝屋大坝 那工厂就只有停工 自己辛苦多年 一手创建的良好局面 也将复之东流 为了手下这五百多口人 为了这个厂 李学峰下定决心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拼了 发行的铁桥 有高通 还有铁子 锤子 从这里被扑 离走铁 拉上半样 来到大院的 我这么进行读战 扎在车上 他们讲话 当时他说 说这个去放水的时候 就是要拿出 造成这个混乱玫瑰的 扎豆那个情况 不怕牺牲 不怕疲劳 练习多了 还有好多人做东西了 转世门已经上了前线 李学峰独自一人 守在家里 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可不过在家里 能够活了 像妈一样 来回独播 在苦思梦想 在八处时都怕 那我在家里 那个心情 非常紧张 有非常害怕 阿爸 您的嘴 咱们说你把 还那大吹 大吹的 那都有钢筋 能不开啊 是牵一钉 钉着不得钉破了 钉破了 在那水滑地下起来 当时那个心情啊 当时那个心情也是害怕 那为了那个心愿生存 那我只能这么办 不那就挺沉的 接下来的日子 李学峰过得是战战兢兢 身后好像总有许多眼睛 在时刻地盯着他 头上仿佛悬着一把利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掉下来 蓝乌拔被毁后 愤怒的村民将李学峰的恶行 反映到了中央电视台 李学峰做梦也没有想到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会来到这里 对造纸厂进行如此深入的 批评报道 虽然心里有种种委屈 但目前要是工厂复工的前提 就是必须解决污水问题 造纸厂的污水 主要来自于直江制造车间 以当时国内的技术 根本解决不了污水问题 要杜绝污水 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纸浆自制 采用高价环保的进口纸浆 但这样生产成本就会翻几番 看着每天运转的机器 李学峰心急如焚 机器每转动一次 不仅不能带来利润 相反还会带来高额的亏损 此刻费尽心里的李学峰打算放弃了 他甚至觉得工厂效益和保护环境 根本就是对立的两个极端 没有办法调和 焦点访谈的这次曝光 让他在父老乡亲面前丢尽了脸 李学峰觉得自己没法在这儿再干下去了 我们大叔都拖不住来了 这个时候心想的 他有个想念的 当委书记 还到到这场上 就来请我想到他那里去 我也要他们去考察过 我也正准备走来就 在临走的前一天 李学峰竟然意外地接到了邀请 在车间的休息室 几道家常小菜 两瓶烧酒 三位一两并斑白的老同志 这场送行宴就这样开始了 老哥哥们真诚而朴素的感情 以及他们对李学峰 今后发展的美好祝福 都使得李学峰羞愧不已 他们对我给了这么多价 把好时光 贡献到我们企业 如果在这么为难的情况下 我骗开他们走了 这个企业完了 他们也就没有去处 我就下决心 一定借当地楼卫生 记者楼同志 搞过品种 加过装兔工厂 比较好的工资出入 叫他们老有所要 究竟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让企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不再对立起来呢 李学峰陷入了沉思 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 生产高价格的高新产品 这样在保证不污染环境的同时 又能扭转亏损的局面 我就冷静地思考 非生产突破这个极数瓶颈 生产高伏价值的产品 才能扭转我们这个被动局面 所以从时常了解到 德国在中国买的装十亚值 伏价值很高 这时候我就在脑袋上查这个想法 就想生产整个值 方向确定后 李学峰从德国请回了专家 迅速组织技术公关进行试验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久 而试验却一次次的失败 在李学峰大搞试验的同时 自博士也开始大力着手 生态环境治理问题 在山东省内率先提出 建设绿色城市的份额目标 实施滴水蓝天行动计划 现后关注了几百家 污染严重的企业 总结了 自博士的环境状况以后 示威市政府提出来 环境保护是命门 自博士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 从抓命门开始 你如果是环境改不了 外来投资来不了 经济社会发展去世不了 老百姓在这个地方带不下去 那么自博将来发展 就受到很大程度的志愿 那么从抓命门开始 丁呢必须来看行动就好 全方位地抓换报 由于李学峰提早地解决了 造纸厂的污染问题 在环境整顿中 造纸厂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看着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好转 李学峰也渐渐明白了 保护以破坏环境换来的经济效益 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今天要说当年这个96年4月11号 那个焦点放塌 就我们保管啊 当时觉得是压力很大 今天看来啊 早刮 早主动 挖刮 挖 挖 挖 主动 不刮就被动 不刮就走 不刮听到直讲着 早刮没人 所以这还今天看来是动力 推动了我们提前的调整 所以今天我们就主动了 在政府大力扶植下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2001年7月2日 李学峰的新产品 终于实验成功了 与此同时 资博第二造纸厂 也改制为山东奇工集团 李学峰也顺利成章地 从厂长变为 齐峰集团的董事长 由于齐峰集团的装饰 原质质量过硬 价格低又环保 所以一投入市场 就供不应求 短短几年 齐峰集团已经成为 造势行业赫赫有名的大企业 如果说当年李学峰 是被迫关听了直江车间 那么今天的他 却是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环保的重要性 行天窝勿无一身行 2008年5月 坐在电视机前的李学峰 再一次看到了 自己的造纸厂 出现在了焦点访谈的节目上 最具戏剧性的是 与当年应污染被曝光 完全相反 这一次 齐峰集团是作为 资博士环保技能的典型 向全国推广宣传 对我没有进行的 这次我说 相隔时人家 量上脚垫放塌 等人家堵拉上脚垫 今天生态又放塌 先就量重塌 开开不一把 近年来 资博士的生态文明建设 初见成效 资博正在由一个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 向绿色 生态和宜居城市转变 生态环境的改善 极大的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发展 资博在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城市中的位置 由2005年的47位 跃升到2006年的第37位 目前维护城市形象 保护生态资源 已成为资博市民的一种共识 和自觉行动 我在这河比尔住了很多年了 以前处置这个河水越变越轻 这个心里真是很高兴 我在看这个花景 好了 水也清了 天也来了 花景也好了 周围的花景 绿操都很好 所以说我作为我们老年人 出来活动也有了很好的场色 希望我们的朋友 都来直播看看 老虎也直播 给我同享受 直播这个城市的美好观景 一个曾经神秘消失的家庭 再度现身 垂危的孩子伤势不断加重 试图隐瞒的过去种种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持续六年的别离与重逢 能否让孩子找到幸福的引领 明晚同一时间为您讲述 男孩不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